本节课我们介绍TCP可靠传输的实现 TCP的可靠传输是基于以字节为单位的滑动窗口的 下面我们举例来说明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数据传输只在一个方向进行 图中的主机A作为发送方,主机B作为接收方 换句话说,主机A发送数据,主机B给出确认 这样的好处是使讨论仅限于两个窗口 也就是发送方A的发送窗口和接收方B的接收窗口 TCP的滑动窗口是以字节为单位的,如图所示 每个小格子代表一个字节 小格子中的数字就是该字节的编号 为了方便讲解和在有线的屏幕上显示更多字节 字节编号都取得很小 现在假定主机B给主机A发送了一个确认报文段 在报文段手部中的窗口字段的值为20 这相当于主机B表明自己的接收窗口的尺寸为20字节 确认号字段的值为31 这表明主机B期望收到的下一个数据的序号是31 而序号30为止的数据已经收到了 主机A收到该确认报文段后 根据这两个字段的值就可以构造出自己的发送窗口 如图所示 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假定网络不存在拥塞问题 也就是主机A在构造自己的发送窗口时 仅考虑主机B的接收窗口 而不考虑拥塞窗口 由于本例中主机B告诉主机A 自己的接收窗口尺寸为20 因此主机A将自己的发送窗口尺寸也设置为20 主机A在没有收到主机B的确认的情况下 可以连续把发送窗口内的数据都发送出去 凡是已经发送过的数据 在未收到确认之前都必须暂时保留 以便在超时重传时使用 这是发送窗口的后言 这是发送窗口的前言 发送窗口后言的后面部分 表示已发送且已收到的确认 这些数据显然不需要再保留了 而发送窗口前言的前面部分 表示不允许发送的数据 我们来看看发送窗口后言的移动情况 共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不动 也就是没有收到新的确认 后言不会移动 另一种是前移 也就是收到了新的确认 后言向前移动 发送窗口的后言不可能向后移动 因为不能撤销掉已收到的确认 我们再来看看发送窗口前言的移动情况 共有三种可能 通常情况下 发送窗口的前言是不断向前移动的 但也有可能不动 这对应于两种情况 一种是没有收到新的确认 对方通知的接收窗口大小也没有改变 另一种是收到了新的确认 可向前移动相应位置 但对方通知的接收窗口缩小了 因此前言应该向后回缩 如果向前移动和向后回缩的尺寸恰好相等 那前言就不会移动 发送窗口的前言 还可能向后收缩 这发生在对方通知的接收窗口变小了 但TCP的标准强烈不赞成这样做 因为很可能发送方在收到这个通知之前 就已经发送了窗口中的许多数据 现在又要收缩窗口 不让发送这些数据 显然就会产生错误 现在假定主机A发送了序号为31到41的数据 此时发送窗口的位置并没有改变 发送窗口内序号为31到41的数据已经发送 但未收到确认 而序号为42到50的数据是允许发送 但尚未发送的 考虑一下 我们如何描述发送窗口的状态 或者说 假如您是要自行编程来实现TCP的滑动窗口 那么对于发送窗口的状态 您应该如何标记和维护呢 如图所示 可以使用三个指针P1、P2、P3 分别指向相应的字节序号 这样 小于P1的就是已发送并已收到确认的部分 大于等于P3的是不允许发送的部分 P3-P1就可以得出当前发送窗口的尺寸 P2-P1就可以得出已发送 但尚未收到确认的字节数量 P3-P2可以得出允许发送 但当前尚未发送的字节数量 我们再来看看主机币的接收窗口 它的尺寸为20 在接收窗口外面 到30号为止的数据 是已经发送过确认 并且已经交付给应用进程了 因此可以不再保留这些数据 接收窗口内 也就是序号31-50 是允许接收的数据 接收窗口外 51号及其后续数据 目前不允许接收 假设现在主机a发送的31-41号数据中的32-33号数据 到达了主机币 由于他们的序号落在接收窗口内 所以主机币接收他们 将他们存入缓存 但是他们是为按序到达的数据 因为序号为31的数据还没有到达 这有可能是丢了 也有可能是滞留在网络中的某处 请注意 主机币只能对按序收到的数据中的最高序号给出确认 因此主机币发送的确认报文段中的确认号仍然是31 也就是期望收到序号为31的数据 而不能是32或33 现在假定主机币收到了序号为31的数据 并把序号31-33的数据交付给应用进程 之后主机币就可以删除这些数据 并把接收窗口向前移动三个序号 给主机A发送确认报文段 其中窗口字段的值仍为20 也就是表明自己的接收窗口的尺寸没有改变 而确认号字段的值为34 这表明主机币已经收到了序号33为止的数据 现在假设主机币发送的确认号为34的确认报文段 还在传递过程中 此时主机币收到了主机A之前 所发送的31-41号数据中的37、38以及40号数据 它们的序号虽然落在接收窗口内 但它们都是为暗序到达的 只能先暂存在接收缓程中 假设此时主机币发送的确认号为34的确认报文段 到达了主机A 主机A收到后就可以把发送窗口向前滑动三个序号 而发送窗口的尺寸保持不变仍为20 这样就有新序号51-53落入发送窗口中 而序号31-33移出了窗口 序号31-33的数据可以删除了 因为已经收到了主机币针对它们的确认 这就表明主机币已经收到它们了 那么主机A就没有必要再保留它们 主机A继续发送序号42-53的数据 现在发送窗口内的序号已经用完了 主机A在未收到主机币发来确认的情况下 不能再发送新的数据 发送窗口内的数据 如果迟迟收不到来自主机币的确认 则会产生超时重传 最后我们再做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点 虽然发送方的发送窗口 是根据接收方的接收窗口设置的 但在同一时刻 发送方的发送窗口 并不总是和接收方的接收窗口一样的 这是因为 网络传送窗口值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之后 并且这个时间还是不确定的 另外 发送方还可能根据网络当时的拥塞情况 适当调整自己的发送窗口尺寸 第二点 对于不按序到达的数据应如何处理 TCP并无明确规定 如果接收方把不按序到达的数据一律丢弃 那么接收窗口的管理将会比较简单 但这样做对网络资源的利用不利 因为发送方会重复传送较多的数据 TCP通常对不按序到达的数据 是先临时存放在接收窗口中 等到字节流中所缺少的字节收到后 再按序交付上层的应用进程 第三点 TCP要求接收方必须有累积确认和捎带确认的机制 这样可以减少传输开销 接收方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发送确认 也可以在自己有数据要发送时 把确认信息顺便捎带上 但是接收方也不应过分推迟发送确认 否则会导致发送方不必要的超市重传 这反而浪费了网络的资源 TCP标准规定 确认推迟的时间不应超过0.5秒 若收到一连串具有最大长度的报文段 则必须每隔一个报文段就发送一个确认 另外 稍待确认实际上并不经常发生 因为大多数应用程序很少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发送数据 第四点 TCP的通信是全双公通信 通信中的每一方都在发送和接收报文段 因此 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发送窗口和接收窗口 在谈到这些窗口时 一定要弄清楚是哪一方的窗口 期待您的参与 下节课见